如何跟隨煩惱?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到了極樂世界 煩惱不斷自斷 為什麼呢? 煩惱是真的還是假呢? 煩惱是假的 好像夢中的情景 是真的還是假? 夢是假的 但是如果沒有醒過來的話 夢永遠都是真的 苦樂也都永遠是苦樂 但是醒了之後 夢中所有一切的苦樂和福 當下就消失 消失到哪裡呢? 沒有來也都沒有去 因為夢是沒有本質 沒有本體的 我們的煩惱也都是沒有本體 也都沒有本質的 只是 在這個娑婆世界 就會因為煩惱 而起貪親癡晚 假值身口義 去造作殺盜淫妄 而永遠在六道輪迴 尤其是三惡道的沉淪 而這些煩惱和業障 都極樂世界自然就消除了 極樂世界自然就消除了 つぼ為了 不可以 我可以偷偷